好 來告訴大家一切的發生 就在這個53分鐘 在這個鐵門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呢郭台銘終於送了連署書 好 賴清德也成為主謀的焦點 驚爆11月1號 驚爆11月1號呢 我們就跟大家講 這個53分鐘是所有的關鍵 其實沒錯 是朱立倫要約的 那朱立倫今天也有一點打模糊仗 大家說那接下來還會見嗎 他說我當時就講我們要儘快見面 你講的時候是在什麼時候 你講的時候是在你上一次 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現在是你們見完面不可能再見了 柯文哲說 阿不你拿出 你要怎麼樣來決定正負嘛 你拿不出來就不用見了 第一個就是柯文哲大還原 整個現場不再相見 還有密室的金主是許要人 第二個永連寺 今天呢賴柯到現場去 獨缺侯友宜 徐春英到中國去了 第三個就是以色列轟炸了加薩總廊 他說我炸死了一個指揮官 我要炸這個哈馬斯指揮官 但是因此有近百人死亡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先看今天呢 諸侯科炒53分鐘的這個現場 這個呢是在昨天晚上9點59分 地點是羅斯福路六段 國民黨金主許要人的大增鋼鐵金屬有限公司 你可以看到就在這裡 然後呢其實第一組到的是 應該是應該是這樣講啊 我覺得朱立倫跟侯友宜應該在裡面 因為呢聯合報的記者獨家拍到的是9點59分 柯文哲跟近辦主任周宇修走進一樓之後 鐵門拉下來 然後10點53分呢鐵門又再度的拉開 先走出來的就是柯文哲周宇修走出來 然後5分鐘之後呢侯友宜走出來 然後再來朱立倫走出來 我不是故意要吐槽他們 我覺得這個換一個場景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就是偷情啊 對嘛你們要出來就一起出來嘛 你們還各自分開 這就是偷情 但是我真的覺得藍白河真的不堪啊 不需要搞成這樣子 你們要和全台灣人都知道了 何必這樣子呢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我跟大家講 這已經是火車對撞了 火車對撞了 因為柯文哲選擇說出了 幾乎是全部的內容 他說侯友宜 我要等一想柯文哲怎麼講 我先講 我先講 他們三個人各自的講法 你就知道誰在說謊 我覺得朱立倫跟侯友宜是在說謊的 他們是在演的 你今天可以看那個影片 我今天看連線的時候 我下巴快掉下來 我沒有看過侯友宜講話 這麼尖酸刻薄 他講話的時候就這樣 我跟妳講喔 我跟妳講喔 賴清德 我說妳講話不用這樣 我學了都很辛苦啊 你知道侯友宜9點50分 在虎尾的農會不斷的跳針說用新的方式 然後開始痛批民進黨 非常尖酸刻薄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朱立倫 10點10分在國民黨的建黨129週年的黨慶 他在台上什麼都沒說 下來被問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現在要政黨協商 我不是比賽的方式 柯侯一定是在同一張選票上 這是一個前提 這講好的 結果立刻柯文哲就說沒有啊 你又沒有比賽的方法 你怎麼跟我講同一張選票上 立刻被打臉 那柯文哲10點45分喔 他怎麼回答 他說你要先訂出公開透明的方式 才能夠出現在同一張選票上 我方已經提出我就是要全民調啊 然後他就大還原整個現場 這整個大還原 我鼓勵柯文哲講更清楚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的還原 已經大概都知道是怎麼樣一個態勢 他的還原第一個就是說 侯友宜不接受全民調 但是我不接受開放式初選 然後他說我乾脆來個什麼 線上線下的比一比嘛 意思說你光要投票的話 那我們來嘛 我們用線上線下一起比嘛 但是他說算了啦 不要弄成那樣 第二個他說朱立倫跟我說要約下次 但是我跟他講 公平公開的比賽規則先想出來 再決定要不要見面 否則就不必相見 好第三個 昨天晚上朱立倫有 這個地方啊 是朱立倫約的 大增鋼鐵金屬公司 要約見面也是他約的 但是他有講 因為記者就直接問他 我覺得今天記者的問題都問得很好 直接說啊你不是說不要密室協商嗎 柯文哲沒有直接回答這個 他就說啊我就跟朱立倫講 下一次我們就公開見面 所以你這一次承認你這個就是密室協商